1月25日,美妆师喵爷五秒曝光毛小彤与友人的聊天记录,记录为分手视频。 当天,毛小彤给友人发消息说,看见他跟江凯同在家里,呵呵,并称自己手都在抖,让友人一会儿就来接他,东西我都不要了。 有人后发文吐槽陈祥因为综艺即将播出,希望能和平分手,于是毛小彤一直没发声,但却不停被骂,据悉,陈祥和毛小彤早在2017年10月就公布了分手消息,但是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,却是众说纷纭。 陈祥邦表示是因为两人聚少离多,但毛小彤却否认了这一说法,她的那条从没想象过这一幕会出现在我眼前,的微博却让不少人猜测,是陈祥做出了背叛毛小彤的事。 字幕。